大家好 相信这一年来 AI的工具对你应该不会陌生 无论是影像的生成 音乐的创作 或是影片的制作等等 大多借由方便的AI工具 协助我们完成不可思议的创作 AI的工具多到不深美举 今天本站介绍一个另类好用的AI软体 它的名称叫FlexClip 当然FlexClip从阳春的影片编辑 发展到注入大量的AI元素 几分钟即可创作出高质感的影片 所以强烈介绍给大家免费来使用 如果你想了解FlexClip如何运作 可以观看本站之前的影片 连结我放在描述栏 有需要的请点击前往 今天最主要来介绍FlexClip的AI元素 那么我们就开始FlexClip神奇的AI工具应用 一、登入或注册账号 二、使用Google或FB账号登入 左下角是你购买的计划账号 当然也可以选择免费使用 不过有些功能会有所限制 左手边是软体的工具列 以及影片制作时的详细资讯 中间的区块则是免费使用的大量模板 方便我们制作影片取材及缩短创作的时间 一旦了解FlexClip使用的界面后 请按下创作影片的按钮 就可以开始创作一部经验有质感的影片了 接下来选择创作影片的比例 依照你创作的需求 选择一个合适的影片比例 然后按下开始使用的按钮 首先将导入媒体的按钮关闭 你会发现左手边工具列 有一个工具的按钮 请按下工具的按钮 画面会跳出FlexClip所有的AI应用工具 依序有文字转影片 AI图片生成器 AI影片脚本 文字转影音 符水印制作 以及GIF文字动画的制作 如果你对这些AI工具有兴趣 或是想详细了解它是如何的运用 请在留言区留言给本站 我会针对这些AI工具 制作一部详细解说的影片 所以本次的影片分享 只是做简单的概略说明 文字转影片 文字框内输入或贴上 准备好的影片文字内容 选择文字的风格 然后按下生成的按钮 一分钟以内即可完成影片的创作 如果时间轴内的影片或是图片无法显示 请在右上角按下重新整理的按钮 即可完整显示时间轴内所有的影片或图片 AI图片生成器 文字框内输入或贴上准备好的文字内容 然后选择生成图片的风格 再选择生成图片的比例 按下生成图片的按钮 几秒钟内即可创作出独一无二的经验图片 如果不满意的话 还可以按下重新生成 直到你觉得满意为止 生成的图片可以提供影片做进一步的应用 按下加号的按钮 可以作为独立的场景 按下图层的按钮 可以作为独立场景化中化的效果 AI影片脚本 文字框内输入影片创作的大纲 如果你没有创意跟想法 可以尝试按下试试其他范例的按钮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创作效果 一旦生成影片的脚本 可以按下AI转影片的按钮 即可快速生成高质感吸睛的影片 文字转影音 文字框内输入影片创作的语音内容 选择你想转换的语言 然后选择虚拟声音 说话的语速 以及声音的高低 例如我们输入一段繁体中文的文字 按下生成音档的按钮 马上生成你真的AI虚拟声音 生成的音档可以试听 或是储存到媒体 进一步提供目前的影片做编辑 也可以下载到自己的电脑 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 请在上方按下返回的按钮 重新生成合适的音档 符水印制作 这个AI工具最主要是品牌的推广 假设想让观看影片的访客 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以使用此方便的工具来制作符水印 分为文字及图片 两个方式显示 一、文字框内输入符水印文字 选择字形 设定文字大小及透明度 调整文字显示的位置 二、以图片符水印显示 按下图片的按钮 拖曳或浏览的方式 上传预先制作好的图片 接下来的步骤和文字的设定都相同 这里我就略过不再说明了 GIF文字动画的制作 按下GIF文字的按钮 文字框内输入要显示的文字 目前只支持英文的GIF动画 例如输入CAD按下按钮键 画面会显示多款的GIF动画 然后按下想显示的GIF动画 GIF动画会加入到目前显示的场景中 四个角落可以放大缩小选择的动画 上方白色显示的小图示是编辑的设定 有调整位置、涂层、复制以及删除 即使是免费的账号 同样享有这些功能 以上是FlexClip提供的AI工具 希望对你的影片创作有所帮助 同时感谢您观看本站分享的影片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帮影片按个赞 分享、订阅本频道 有新的影片分享会自动通知哦